很不好意思,我又回来了,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我刚刚试了一下,即使他那个就说 他加也加吧,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两个面相撞了 那就这种时候那只能怎么办呢,就是说 犀牛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了,那这时候要解决怎么解决 对,只能说刚刚说那个办法没法给你们演示了 那所以说犀牛建模的时候看到这个问题,你建议大家 就好再选别的问题来解决,对吧 现在我比如说我先把它抽可了,就回去刚刚一开始的方法 然后呢,这时候去剪辑1,右键2,剪完 对,他们两块完全是不相关的,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然后就把它给剪完了,反正中间这个地方我们是放电信了 所以没有任何影响,反正我们就照这样做吧,非常的抱歉 没法给你们准备一个失败作品 那这时候你们看到这,对,完全就一个有这个边,对 正常键也不会这么键,但是这么键就怎么讲,不规整,对 正常的,但是呢,正常画外观的话,你其实没有影响 你反正如果在prospective这个view,我们看到,对,反正一模一样 呃,我不建议大家去扣这个细节啊,反正呃,建模 正常说,反正这个外形能见出来就好了,因为这才是重点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画这个,呃,topsview topsview的话是这样子,呃,我们我们继续吧 把这个topsview,反正放一边吧,呃,先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呃,这时候你看到,呃,它貌似是直让是不是,没关系 我们一样这样子做,呃,反正就 可以这样子,嗯,把这个壳 我们就这样子 点复制copy哦,然后这个点 啊,这两个 这两个,对,你看到我点两个点,然后copy过来 对,然后就反正就差不多就好了,没关系啊 好,差不多,呃,反正就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我通常是这样子了,然后直接就是说,呃 呃,反正不管了,圆比例说放啊,圆比例啊,记得 听好圆比例,然后我就拉到一个跟它差不多 因为我通常不会管那么多,哎,你看其实这样画已经有偏差了 很正常,但是我们顶顶部这个topsview 这一看,是规整的,对 所以说,呃,有时候有这样偏差很正常的 因为曲面这个东西,你没法就是说百分百 完全的把控,呃,然后再下来我们就 所以说,呃,继续,啊,我们继续画下去 然后这也是指的,这肯定是指的,放心了,呃,画这个东西的话 不会那么麻烦说我要取留什么的 因为你毕竟是那个面包嘛,对吧,呃,然后再导一个 就是说你看到差不多的一个角,啊,呃,五也不太够了 那是,呃,因为我现在看屏幕看的还是OK的 但你们看应该不但不是很清晰,然后五,我导一下看一下 哎,哦,差不多了,然后再倒一下呗 对,继续 再来倒一倒,哦,你看了,其实就OK了 那这时候,呃,我就有镜像,对吧,镜像以后,对 然后再下来就是说,呃,画 啊,我们画好一个小小的这个三角吧 我们竟然做一个反正度比较高的,好吧 呃,这里是一个一个一个小铁片,对吧 呃,这里是应该是一个那个面包架 这里,呃,我们后面再画吧,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要的一个铁片 要这个尺寸,对吧,铁片大概这个尺寸,对吧 我们就放上去,这个是拿来垫面包的吗 呃,然后再下来,我们就画这个 这个,呃,看一下,对,我们就把这个三角给画了吧 反正就,嗯,三角,还是只要用那个三角形吧 OK,然后三角,诶,OK 然后看一下这个形,哦,没关系 反正,呃,这个一样,就是说那个变形工具 再调整,调整,把这个三个张开没有关系 反正记得1,2,3,4,5,6,7,8,9,对吧 1,2,2,5,5,1,2,3,4,5,6,7,8,啊,对,8个 反正就记得这里是8个,然后再说再打一个小圆角 哦,可能打一个1吧,我估计1应该是差不多 哎,怎么会倒去哪里 再倒一遍 OK,那可能有一个差不多,哎,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管那么多,啊 那再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小球嘛,对吧 那小球的话怎么画呢 我们先画好一个小球在这呗,这就简单多了 那差不多这么大,可以了吧 呃,当然最后我们画的外观肯定是有点那个偏差的很正常 呃,希望这一节课不就是一开始给你们关注那么多 很抱歉,希望你们不会觉得很难 然后这时候,呃,选全选上这个东西 从左,左上到右下 然后选一个这个点,刚刚为什么复制 我们把这个东西原比例去copy过去 原因就在这,你看 这时候它是不是小一点,然后我们照原比例 copy过去,对 其实这时候要给你们说,对,就是一个位置感 你看到了,其实这时候我们把刚刚那个多的给删掉 哎,你看到,对,就这些东西,呃,比如说这些珠子什么的尺寸 对,这就是原,呃,我们按照图原比例画出来的一个尺寸 然后你看这些,呃,我们现在一拉出来 对,这个就完全是准的了 我们就就没有关系了 你看,虽然在下面,呃,反正没差 我们往上挪一点,对吧 呃,然后再下来,呃,我们先把中间这个给隐藏一下吧 反正这个是骗,呃,没有关系,呃,照能用 呃,再下来反正就骗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多了一块,对吧,我们就把这个给删掉呗 反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线稿,所以没有关系 然后一样就选那个拉伸,呃,我看一下有哪一个,那个拉伸工具 呃,手机一直响,啊,没事没事,是这样子,呃,选了这个 面拉伸,啊,offset,然后选了一下,然后往下,对,然后我们选择1吧 其实用不上那么高的厚度了,现在很多,呃,反正就一样这样子呗 呃,因为我通常这种抽壳比较多了,呃,因为我画电子比较多 像这种曲面,其实五斤的,其实是用面拉伸会多一点,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先留着,先留着,为什么都会一起剪 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个也是一样,我们一样往内走 那这时候我们要改方向怎么改,对,就这里点一下,可以往外 这样子往内,你们就能看到了,对 其实这样子就OK了 你们能看到,哎,不好意思,哎,刚看多点了一下,哎 其实这个,对,你们就能看到,其实啊,这个是我之前已经拉好了啊,非常抱歉 然后一样到时候倒一个圆角什么的 但倒圆角今天最后再做 那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底了,对吧 剪好这两个了,是吧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先,那个架子我们放后面再画 那这个球在这个位置,我们肯定是准的,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我也回去看一下啊,对 我们这里有一个,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一个FunchView 能找一个FunchView的话,我们就继续这样子啊,非常抱歉,哎 对,哎,可以可以,找得到找得到,可以没有,挺好的挺好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给储存一下 那就,哎,零零碎碎太多了啊,有什么问题,你们一样留言给我啊 非常抱歉,非常抱歉,真的是 因为那个,平常都是那个直接交的很少会这样子,一个视频这样子啊 反正就一样呗,哎,反正还是这样子,哦 这次的话,反正还是找一个这样子对位呗,一样呃,这次找一个什么样东西好了 呃,啊不,还是这样子,呃,找一个,嗯,也很难对位啊,啊,没事 就这样子吧,呃,一条直线,对吧 嗯哼,就找好这个,然后有一条这样子直线,看一下它是不是指的,对,顶,顶面什么,啊,这里看就知道,不是知道 嗯,这样子是吧,呃,没事就拿着,我们就,我们拿着要直线吧,呃,OK 哎,就要直线,反正就记得要拿好,就是说一切你能用的东西来定位,就这么简单 就所有东西我一开始画在这,我就不管它了,管它,不管它是不是零零,反正就说呃,能用就好,就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个反正一样,我们要拿一个这个东西,我们再拿一个,呃,拿一个东西反正就可以给你对位 就像刚刚那样子,这个东西宽度,它是可以远比一说放的,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嗯,我们好像不太,呃,没事,这个也可以拿,那我们这时候就这样子,回来,对,我们拉到中间吧 拉到中间的时候,对,呃,反正有,我们有这个小球,啊,拿这个小球对位就可以了,哎,我怎么,呃,哎 后悔当初想,没想到,没事,那个一样,我们就把这个,呃,反正人们不用选上上面那个曲线 就上面的那个点,我们只要选,我们,你看我也是在旁边这样拉,反正要的是什么 他这个比例,我们要取的是比例,记得,取的是比例啊,记清楚了,别的都不用,就只要比例,然后这时候就这样子 呃,这样,呃,有一个,呃,一个圆,对吧,然后呢,两个圆在哪,这里是一个圆边嘛,对吧 OK,嗯,好吧,呃,上个可能关一下,就step这个,呃,对 OK,然后这时候一样,但是我,呃,哎,忘记看,这个就没在终点了,没事 哎,先把这个给关掉,对 对,然后呢,就,呃,先把它挪到一边,然后开一下那个焦点,对,这个点要非常清楚,对 OK,现在就肯定是终点了,那这时候,呃,呃,焦点关掉,这个也关掉,呃, mid也关掉,point也关掉 反正没什么事就关掉吧,保持有这样子一个习惯,然后这样子,一样,呃,中间这个,呃,就按钮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是装置边嘛 一个是这个圆圈,对吧,然后我们再继续,把靠近这个,呃,圆形,对吧 然后再一样,画这个是什么,stop,对,呃,差点点没有关系 一样,再这样子,反正就拿一样,说的,就拿的是比例 然后这时候我们在这里,呃,反正它是肯定中分的,这个,就这种东西它 它肯定是说,呃,中间分界这样子,那我们一样呗,呃,还是取,但这个界应该是直接能按的吧 回去看一下,呃,对,哦,看一下,哦,对,直接一个,哦,一个圆圈,一个什么的,对 那没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子呗,画一个差不多的,然后镜像过去呗 反正就是那个logo我就不画了,你们想画也可以啊,呃,用cd画有点痛苦 然后这个stop也,我也不画了这个,因为你们像是说还要连这个精准的 你想说啊,这么精准也想画啊,行吧,我就给你们画,就这样子,呃,看你们吧 呃,然后再下来,呃,这里有一个方形,对吧,这里就是说一条凹槽,对吧 我们只要画啊,这时候,呃,中心点关掉了,中心,啊,我们把中点给打开,mit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对,呃,选一下那个inter,就是说那个焦点,然后这时候先放中间,然后往下拉一点,对,然后选圆形工具 一样,对,我们要的这个是圆的直径,这个地方由于没看到,呃,我们就大概就好了 一样,然后再下来把,先把它爆开啊,方形爆开,然后再把这两个圆形同时选上,sprit就是说减 把这个呃,圆形给减一半,减一半以后,我们把中间部分都给不要啊,都不要都不要,哎,你看,其实,呃,这个东西,呃,圆形什么东西我们就有了,对,呃,要拿的是这个数据,别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就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下来了,对吧,呃,我们回去,就把这个东西选移动工具,对吧,把这个and,对,选这个地方,然后挪到这里 然后到这里以后,对吧,呃,圆比例收放,记得还是圆比例哦,呃,然后这时候我们选这个and这个点,对吧 然后,啊,好的,还好看清楚了,不然的话真的是,啊,差点没对上啊,你看到,对,这时候看得很清楚哦,真的要很清楚,然后这时候就这样子,哎 就选上这个点,做一个参考,然后按shift,对,保证他值得往上,往上挪,往上挪,然后这时候他保证是值得嘛,对吧 那一样,找回去刚刚那个点,哎,OK,哎,你看,对,圆形也能对着上哦,这时候你看是两个球哦,OK 然后我们把刚刚的球删掉啊,这个操作你们可能一开始没那么容易,画得比较顺啊,记得圆形这些时候,很多东西记得把它掰直,掰直,为什么,呃,那,比如说我现在 哎,OK,你看我选,我能选这个密子,对吧,因为他这个线,这个地方是比较粗的那个线,你看 那如果是细的结构线,对,没法选的这个东西,所以说你们要小心啊 那再下来啊,呃,我们这个球,呃,反正在中间嘛,对吧,这时候反正往上呗,刚好把它盖住就对了呗,对吧 然后这时候,哎,你看,反正差不多了呗,这时候就差不多了嘛,然后就往这里放就好了呗 呃,再下来,我们只要画一个小圆,在这个地方,呃,因为这个图也不是很清晰,看到画个小圆 为什么,我们要的是那个直径,不是要他的那个别的东西,一样,终点,然后就,你看到,呃,好吧 不好意思,就这样子,把它关掉,呃,有时候int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会,呃,找到很多你不想要的点 然后这时候选一个ant,对吧,随便选一个,就保证它是在中间就好了,然后建模反正就是说不用说很精准什么,但是要建的很细 该有的细节要有,然后这时候拉伸一下,拉伸一下,然后就有了,OK,呃,然后这时候这个壳,对,已经冲完壳,对吧 呃,然后我们继续把所有的部件给画好,我们最后再一起做倒角,还有布尔交界 这是我平常惯用的画法,为什么这样子画很安全,就是这么简单,非常安全 呃,然后继续这个再下来时候是怎么样呢,呃,反正这个,你看到它这个是曲面嘛,那我们回去看那个按钮 对,你看到这样子刚刚好,反正我们就不管,我们这样画的是平的,为什么呢,呃,正常做的话,不会按着它那个而独立开个模具 或者是说,呃,不会按着这个曲面来做,第一个,你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对吧 第二个的话,呃,你工程那边也很难找那个,就是说regular数 因为不到最后怎么样,呃,一定是画那个,就是说一定是按着regular数来画的 那这时候我们一样,把这个大的圈小的圈,反正没有关系,一起一起拉 一起画,这样子 那反正就,我们一样把这个外围,我们用外围的圈 因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给你们传递,我想的那个建模思路 这个是,哎,也是我,我比较失败一个地方,啊 然后这一样,然后中间的这个圈也有了,对吧 啊,但中间这个的话,啊,哎,中间的线不见了,哎,没有关系 呃,当时画,哎,我也想不起来 呃,但是,哎,没差了,反正都行了 那我们就外围这个是一个剪辑的吧,好吧 就当做他一个,简的那个,就那个边啊 就那个装饰边啊,我们就当着这个吧 然后都会再把装饰边的那些东西给补回来 好吧,我们暂时这么定吧 我应该记得他,呃,对,有一个叫装饰性的边啊,我们继续 呃,这样子 呃,一样,把这个拉过去,一样,就是说方便都会剪辑用的 OK 然后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很有用的 前面的这个,等会你们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一样,呃,还没有,哎,还没有组合好 没关系,这时候把它组合好 因为这个思路,只要你们能掌握了 后面你们画模型都可以改,犀牛也可以改的 然后这时候,OK了,对吧 整个,Ctrl-C,Ctrl-V 对,这样子拉一个多的出来啊 你喜欢用哪一个都行 反正就是,这时候你们记得要做什么 信仰保证好,经常做一件事情,储存 呃,其实你们,会不会用keyshow 要,如果,反正keyshow的话 我弄个三级到四级的话,你们就会用了 你要到时候,我可以把这个toaster 然后加keyshow,渲染一遍给你们,做一遍给你们看 然后,可以这样子 还是说,你们先把节目给搞定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一个需求 下面留言给我,谢谢 这样,这时候有一个多的,对吧 那这个就是哪来干嘛用,定位用的 这时候,比如说,我这时候,这两个不见了,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从这里选 这样子,对 然后在这边过来,就OK了 你看它好,一模一样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它可以做到 哎,我手是习惯了 点那个储存 这时候,哎,你看,对,这个洞出来了 是吧,然后呢,这个地方 也一样,右键 然后一,然后二,三,四,对 哎,你看,这几个洞也开了 是吧,是不是很完整 那这时候,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斜的 呃,没有关系 反正到时候再调啊 这个,这些不是很重要的细节 嗯,那再下来了 我们开始画正中间的这个东西了 那中心的这个位置是怎么样呢 哎,你们看到 呃,现在就说,它是一个不规则 对吧,那我们画的时候 还是要保证它是规整的,对吧 呃,保证它规整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的 哎,一样,这里的话是这样子 我们一样是拉了一个圆形 当然你也可以从这边拿,从这边拿也可以啊 反正个人习惯没有关系 那这时候怎么样呢 对,我们画一下鞋面 就是说这时候只要找一个鞋的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呃,再把这个东西画的 呃,就是说画的说按照它这个曲面来 呃,没什么意义 因为人家做也不是这么做的 这时候比如说我从顶事这里 你看到,呃,这个线在这里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拉,对 然后再把这个给剪上去 我们画一边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进向过去的啊 没有关系的 然后这时候你看到,哎,对 这个就好了 就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画 那这时候再打个圆角 一,比如说把帮帮到一了 对,你看其实这个就非常像 这么看 其实是非常像 就是说呃,不会说偏差很远 你看这里还是有个平面 你看它这里还是个平面 就是说还是那个 但它这个看比较小 因为啊,反正就可能它那台是大台的吧 那这时候你们就能看到 其实还说,然后我其实在这里 我们可以在另外一边 比如说呃,0.05 呃,或者0.1吧 0.05真的有点小 然后我再选上这条边啊 哎,你看到其实这里这样这样子 对,其实这个细节就很够了 你看像我,我C6上面上面 呃,看到可能是比较粗糙的 但是你们在渲染上面是非常OK的 那这时候这个我们就把这个画完了 对吧 然后到时候呃,渲染上面的话是这样子炸开 对吧 我们把这个圆角 就是说组合 对吧 然后就两个键的呗 这不就OK了吗 这不就两个类啊 就是说我可能这就是一个类啊 对吧 红色对吧 一个是那个蓝色 就这个按钮的那个地方 其实你们就看到了 对,就这样子 非常简单啊 呃,然后我们再下来一个是这样啊 我们就这样这样放着吧 好吧 呃,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它再组合一遍 对,它是组合是可以叠加的哈 然后这时候镜像过去 哎,我们其实两边就OK了 那你看到 这时候呢 比如说你有这个新的键了 对吧 那呃,要怎么样呢 对 呃,复制 然后点一下这个小脚 哎 过去 对 懂了吧 这时候你就懂了 要留一个种子 就是这样子用的 呃,右键 对吧 把它隐藏 点一下这个左键 然后把它隐藏一下 哎,你看到这个洞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储存一下 就这样子 然后把各种细节给补回来 那像这种地方 对,呃,怎么办呢 呃,这种地方 那我们就把这个杆 倾斜一下 对吧 那倾斜一下那还不简单 就 可能那倾斜也就一点点 对吧 那我们就倾斜一点呗 反正按shift 然后平了嘛 然后我们往下拉一点点 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杆给往上挪一挪 啊,差不多 反正保证它在差不多中间就好了呗 反正建模嘛 对吧 就是为了一个图形表达嘛 你要精准的话 呃,我觉得你去学那个sony work 会好点 或者在这里这个地方 呃,sorry 然后比如说这里 啊,我们再倒,呃,倒一个小脚 这样子可能就 比如说这种细边 其实它冲压出来 就直接就是说喷粉 一个powder coating一个工艺了 那所以说不会用非常 不会说有一个很细的边 那比如说 刚刚倒一个0.01对吧 然后再倒一个 呃,0.5吧 好吧 倒一个0.5在这个地方 呃,这时候就是 你看另外一条线 对,有时候要看着哪些线 选上哪些没有选 0.5 哎,你看这时候就怎么样 太大了 那我们我们先把这个隐藏掉 不然有时候我也看不清 哎,再倒一遍 0.3 好吧 哎,还是有点大 没事 再来0.1呗 有时候像这种的话 就是说你想再倒大一点的话 呃,wineo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呃,像这种地方应该是可以倒的 但是像刚刚那种的话 他们wineo倒角的时候 像这种情况我是怎么做 我是导到Sonyverse里面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呃,你看这里又可以了 那你又不可以了 就这个真的解决不了 就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很普遍 反正你们有时候倒不了的话 你可以用keyzone里面的内建倒角功能 也可以说说 转载S某一个部件 再开个新的新的新的文件 转载STP 导到Sonyverse里面 让它去导 然后再存回来 可以这么去解决 呃 然后再下来我们回归到整体 啊,不好意思 我废话真的比较多 呃 再下来 哎,比如说刚刚那个键没掉了 对吧 没掉了 没有关系 呃,我们可以这样子 把这个多的 对吧 Ctrl C 把这个多的地方 Ctrl C 对吧 然后Ctrl V 然后把它拉出来一个 对,这个操作你们可以练一练 那这时候可以这样子 呃,我们就 交集 选一下他们共同部分 哎,你看到了 然后这时候怎么样了 对 我们只是要这块片而已了 然后这时候就移动呗 懂了吧 就是说很多东西 最好是用节目方法建模 你自己不会那么累 而且改起来的时候没那么痛苦 这是真的 骗你们 然后比如说这时候 啊,刚刚那个时候 啊,对 那肯定是外环的 我刚刚画的时候 呃,呀 拉伸一个出来 一个圆形 对吧 外围这个 然后把它去剪掉 如果是圆的话 你就 一样把这个先抽取一个面 呃,如果是啊 对对对 可能画的 如果是圆的话 呃,你们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 用这个我现在选上这个面 抽一个结构线 然后呃,那个单轨路径转一个圈 你想如果上面是圆的话 呃,我们暂时就不要扣这种季节了吧 反正这个画的话 一开始画 我现在像你们画 或者而且我教的也不是特别好啊 呃,因为现在我怕你们现在有点有点懵啊 你看这时候就可以倒了 那你看他就 呃,现在很多时候就上面那个倒不了 他真的没法解决啊 这个真的不骗你们 呃,然后我们继续 呃,再下来 这个东西 比如说 呃,我们这个圆环 比如说倒一个小角 但记得我现在是 有一个给你们展示 所以我平常不会这么快倒角的 我是最后画完 所有的detail都ok了 然后我才会那个去倒角的 那这时候我现在看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平面啊 啊,这是一个平面的 一个平面那就倒一个角就好了呗 那顶多就是说,呃,这个面对吧 呃,没事,先倒这个角吧 当然如果你们想追求画实体也没有问题了 这个就个人选择 你们如果是说喜欢说 我整个都给你们画实体 呃,都可以 你们给我留言说一下 反正就这样子 哦,哦,真这个太大了 呃,那我们就画一个三二吧 好吧 二也有点,呃,肯定太大了 有些东西 其实你们要练到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1.5 啊,倒到这个 然后再回去看 嗯,差不多这么大 就是说要有这种尺寸感 然后这时候 呃,我们把这个一样给爆开 然后把中间这个前面这个面 其他的连接一下再组合 因为有时候这个最好人成这样子一个操作习惯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一 剪一下 一二,哎,不好意思,选择 一二,哎,嗨,老师选择 哎,你看,对,这个剪一下 然后这时候把这这三个面给组合一下 呃,组合一下,对 然后呢,隐藏一下 哎,你看,就这个环 对,这个就是那个 应该是亮灯的吧 我估计如果是黑的 应该是亮灯的 呃,反正不,呃,没关系了哈 不是很重要 呃,然后 其实刚刚怎么去抽这个曲面 比如说一个字怎么去从这个曲面 在网上 就怎么去抽一个曲面 然后在 在一个曲面上面画字 你们也看到了 就画这个面的这个环的时候 呃,再下来我们画一个那个字 呃,我还是给你们画一下吧 然后往后整个拉 接全选上啊,不要选错啊 呃,字的话 哦,好吧 我就随便打一个吧 你们不要介意 哦,我就随便打一打吧 好吧 OK 呃,他这个字 我就只用一个现成的吧 反正就是 呃,超过这样子吧 好不好 呃,对不对 不要这样子了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呃,有些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 这样子 一二三四对吧 呃,然后啊 这时候好像不是很规整 那我把s拉高一点 然后选一下这个 然后红线在上的第一个 然后选 呃,不好意思 哎,然后全选上 哎,你看对 就可以这样子 所有东西都是按顶线做一个标准 对吧 然后也可以怎么样 下左右 对,这是一个什么 对齐功能啊 顺便再选一个新的功能 呃,我当教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大概放到一个位置吧 好吧 不要太介意这个位置了 呃,反正你们画的时候 可以哪一个 多再一点 就是说你们真的画熟练 在在往细的走 呃,现在我觉得是呃 先把那个 你们先把什么 就是说呃,这个基础搞定啊 你看 现在拉伸一个 呃,保证能穿透那个厚度就可以了 啊 其实你就懂我要画什么了 呃,是这样子 呃,然后先copy 然后隐藏一下 Ctrl V 粘贴 然后这时候 记得也要把这个 拿这个东西 东西也要这样子 对,复制过去 然后呢,这时候 呃,并级 可以 OK啦 是吧 然后这个东西 通常我 我习惯也是会就 哎 把 呃,右键这个地方 就是说 所有东西给露出来 就是说 那个 秀 真想不起来 中文叫什么 不好意思 痴穷了痴穷了 真的是 美文化真可怕 就我这种啊 然后这时候拉出来 对,好像 果然没有沾到 因为我看到 呃,有一条黑线 不然正常的话 Vinyl这边的话 呃,还是没有沾到 因为是这样子 再往内来 啊,你看到 通常是没有这条边的 你看到 如果是沾上 那你看这个 完全规整的一个 形状字 我们也有了 对吧 当你们可以找 那个上面的 然后给它画清楚一点 然后这时候换这个 我也会这样子留一份 这样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OK了 对吧 OK了以后 呃,这个杆 应该是有点细 果然是 我就没猜 我就知道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 呃,它上面我印象中 对,果然有一条边的 啊,记得 呃,做工业设计的时候 你们要一个外观要做到 就是说 呃,你们一看到 你们就能把它复制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 往低的拉一点 继续继续继续那个 copy 哎,就是说 save 保存保存 保存 保存 对 因为我学的也是英文版 然后这时候一样 抽取结构线 然后这时候把按住 把这个取消 取消选择 delete 其他不要 然后这时候就说的 比如说,啊 这次给你们表现 呃,其实 呃,可以直接拉伸 然后再 其实可以圆着这个 用这个 用单轨 就是说画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对吧 如果你有数字的话 呃,但这次画 用一个别的方法来画 就要编吧 来演示一下上面跟下面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这样子 呃,一个圆 那这个圆呢 我们就这样子画 然后这样 在topview画完以后 啊,在frontview画完以后 我们就顶着这个地方吧 好吧 然后呢 这时候 呃,这个圆好像不是很 不是很大 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画的大一点 有时候选第一个点 你可以在那个perspective 选择 但操作尽量在那个 呃,分散topview 然后这时候perspective 选的最大 选一下单轨路径 其实也可以这么画 因为你要完全画精准的话 就那种很工程那种 也可以呃,完全是个人取向 啊,你看这时候 哎,有一条圆边啊 可以这样子 哎,看起来是不很精致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是平的啦 但是通常会 你可以这样子往里再放一点了 就是说不要正圆了 我这个正圆会比较尴尬了 这样画完以后 哎,你看 好像里面透出来 穿出来的一块一块剑 这样子,是不是很精致 呃,反正是画的一种方法 可往里面挪起是差不多 因为视觉上你纠结的再细 除非你要这样子 像我现在放这么大看 你才看得到 不然你别人看不出来 如果是说像我现在这样子 就这么绚然 没有差别不是很大 你看这里这些地方 有阴影反而好一点 好,那个前面那中间这几个键 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 其实你们电线就 呃,咱们暂时先不画吧 就画这样子一个外观吧 好吧 呃,然后我这是,不好意思 我还是看习惯整个灰的 到时候要做那个奇修炫难的时候再做吧 好吧 呃,如果你们要的话 麻烦给我留言一下 或者微信给我说一下吧 也行也行 呃,这时候下来我们就画一个上面的这个架 呃,上面的架 啊,反正就一个长杠子 对吧 呃,回去看一下顶视的 呃,顶视的话 反正就这里是两根杠吗 应该是两根那个方形的杠 那就这样子呗 呃,差不多画一个这样子的方形杠 呃,有时候可能画起来比较抽象 呃,我表达能力也不是特别好 呃,不要介意啊,非常抱歉 抱歉,抱歉 呃,然后这样子 对,呃,放在这个地方 呃,差不多这个地方吧 对,呃,其实也是一样 单轨路径 然后其实就是做一个形式 其实这个就是做一个形式 但是呃,你其实说抠这个一个这样子 这个圆角 你还不如说多建一点细节 然后看起来当然 其实外行人看他没有什么差别 这是真心画 但是说你自己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自己画一个东西的完整性 呃,很够 呃,比较更有一种什么愉悦感 呃,一有点小龙画五吧 好吧 五,呃,然后五对 呃,差不多这样子吧 好吧 哎,没选上啊 啊,手表那个手不够烧 啊,然后这时候再下来 我们就画一个圆了吧 好吧 画个圆 嗯,差不多这么大吧 这个,这个 其实正常画的话要有尺寸 但是我觉得你们一开始画的话 呃,好像会很痛苦 有时候东西给你们定尺寸的话 对吧 而且很难跟得上 还是让你们那个犀牛 ok了以后 然后我们我们再来画那个尺寸吧 好吧 哎,然后在这时候下来 其实不会这么出了 这个通常是0.5了 因为我有时候我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就是说我自己都有数字了 那像这里折了一下 下面这里折一下 没关系 为什么看不到的 我们就不要管他了 但是不要因为有时候见不出来一个面 然后就比如说啊 现在画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有点破面了 现在我指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就说哎,我转这边 然后看不到 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了 要该展示的还是要功能性的这面啊 这就是说展示那一面 你一定要完完全全保证你模仑见出来 后面这里破了没关系 这个面展不展示都一样啊 呃,然后这个他要展示 嗯,smatch的东西 还有一种什么未来感 我现在说说题外话 呃,为什么这么讲呢 呃,这个东西因为一体性很强 而且这台东西我看过食物是比较大的 说实话 而且就这个东西吧 呃,怎么讲呢 他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真的是买这个东西是买一个什么 呃,买你的一个什么 欣赏品味 我觉得是这样子 而且未来感的话 这个东西这种题材对吧 跟苹果是一样 苹果也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嘛 但是苹果它是科技产品嘛 但这种是一种家具产品啊 呃,好,我回去看一下 OK上面是这样子 然后中间一条杆 对吧 不知道是骗还是杆的 没事就一条杆吧 我觉得没关系 这个东西 呃,我们就这样子吧 偷懒一下 呃,这个东西 我们有这个 哪线杆我们就本copy啊 当然你们 懒的话也可以copy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个 然后再一样,呃,这样子 呃,这个地方 然后再这样子 对 对 再放一个在中间呗 然后就一二三四 那这些东西 我们这样子刷 从右下往左上这样子 对 然后这时候保证它是一个平面的吧 OK 我们往上一点吧 好吧 往上放 往上放以后 因为有时候你们操作跟我操作不太一样 呃,尽量多一点思考啊 然后这时候拉上一下 诶,一就可以了 然后一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给隐藏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全选上 然后这个全记得不要把选上多余的东西 然后OK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 把那个你看到 我把那个线给隐藏出来 你们其实现在就看到 诶,按着shift 呃,你们看到好像什么没选上 其实我把那个线也给选上了 那这时候是怎么样 呃,应该是在这个东西上面了 然后你们看好像有点厚,对吧 呃,有点厚 呃,这样子吧 嗯,宝典吧 其实这样子看 其实应该是画一个片 这样子就是弯过这个圆柱的 但我觉得 呃,现在这么看 其实这样子看细节也很够 就说如果不细看 其实也看不出来 嗯,大概这样子 然后呢,就 再把这边最后一步骤 就是 呃,你可以整个slag 因为分开选 就分开在选上也比较麻烦 这样子 哎,反正看 呃,你看到 对 其实整个就OK了 整个这样子 就算是画完了一个toaster 呃,今天的可能会内容会比较多啊 呃,因为我想 两周没更新 就画一个重要点吧 然后smash整个 它曲面也是比较难控制的 对吧 呃,但是记得 更多是先想好怎么建模 你们再画 当然现在是给你们多一点练习啊 继续还有个新的功能 这样这里 选一下这个 然后再选一下这个一个螺旋纹 好吧 然后你看对 所有的线卡会被选上 然后这时候呢 这样子 哎,你看到 对 然后再选哎,对 非常干净 好的好的 那一个今天的那个课呢 就到这里了 呃,讲了很多 呃,也教的不太好 非常抱歉 因为呃,好久没有上过这么长的一个课 呃,因为平常也很少教那个新的 因为我本身不是组织交软件的啊 只有带一下课 这样子 呃,所以呢 就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呃,或者有什么不懂的 你们看有什么方法 或就YouTube留言比较麻烦的 或者你们也可推荐别的方法 这样子,呃,有什么事情都 呃,我是都ok了 这样子 好,那个今天就到这里 呃,谢谢大家